曾经有一个主播被誉为新闻联播首席女主播 和最美国脸 她就是朴素端庄 亲切如雅的李修平 李修平一生兴兴业业 26年的央视主播生涯 给无数观众心中留下了一个时代的美好印记 一代新人换旧人 如今的李修平怎么样了 1963年 李修平出生在甘肃兰州 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是一位桥梁工程师 母亲则是一名中学教师 所以李修平自小 就接受着非常好的家庭教育 长相清秀文静的她 骨子里更是充满了 闲尽端庄的温和气质 父母对她的教育非常严格 你孩子要干净的提示 父亲经常对她说的话 小时候 父亲总会要求她 把作业写得干干净净 衣服不准弄脏 家里虽然没有搞文艺工作的人 但家庭氛围却是充满了文艺气息 所以李修平的成长环境是 极其温馨充实的 也造就了她日后低调朴实的 温柔性格 1983年 李修平凭借优异的成绩 考进了北京广播学院播音系 这是她职业生涯的起点 在临近大学毕业的时候 中央电视台 要从学校里 25名女生和8名男生中 挑选4人留下来实习 当时同学们在试镜时 你争我抢的挑选新闻稿播报 只有李修平安静的 坐在角落里不急不躁 轮到李修平时 留给她的却只剩下 一个没什么发挥余地的广告版 抱着平和心态的李修平 大方从容地念完广告语后 没想到无心插流地被相中了 后来在毕业时 竟然有三家电视台 争着要录用李修平 一家是中央电视台 一家是上海电视台 还有一家是甘肃电视台 值得一提的是 上海电视台 曾三次跑来邀请李修平 不过 一向不爱攀比的李修平 最终选择回到了 家乡的甘肃电视台 那一年 她24岁 在甘肃电视台 李修平不仅踏实敬业 业务能力出色的她 更是成了台里的支柱 各种新闻 栏目她都主持了各变 渐渐成为当地人人皆知的 美女主持人 就在李修平准备一辈子 都在这里安定下来的时候 命运还是助她 飞向了更大的舞台 在1989年李修平 正式进入到央视中工作 1989年10月13日 李修平登上了新闻联播 观众在大荧幕中 看到的李修平非常的专业 主持风格深受观众的喜欢 到了中央电视台之后 一代人心中的 最美国连李修平 彻底走进了千家万户 让人钟爱至今 李修平凭借端庄大器 从容朴实的播音风格 瞬间让亿万观众记住了她 她也给新闻联播 带来了一股清新自然的风 被誉为 中国最朴实的新闻播音员之一 李修平的敬业与低调 在业内是出了名的 一直是尽善尽美 直到现在 她都被观众称为是 最适合新闻联播的女主播 不过在一开始 也有部分观众说 李修平太年轻了 不像是播新闻的 于是她就将自己心爱的长发剪掉 以此来保持庄重优雅的播音形象 此后26年都没有变过 后来新闻联播改为直播 这对主播的业务能力 和心理素质有着极大的压力和挑战 但李修平在长达26年的 职业生涯中 没有出现过一次失误 每一次都处变不惊 完美至极 她曾经口播了 一篇长达16分钟的稿子 中途没有出现一点瑕疵与失误 堪称业内的一段传奇 她说 我觉得成为 一个好的优秀的播音员 气质 亲和力 包括业务功底 心理素质 以及对新闻的理解 都是非常重要的 这也是我一直在努力的 兢兢业业业与谦虚典雅式 她留给观众最深最美的印象 也是业内的榜样与标杆 除了工作中的低调朴实 生活中的她更是平凡简单 以至于还被朋友说土 她总爱穿着西装风格的衣服 也从不追求所谓的时尚潮流 几十年来好像都是老一套 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 她在生活中从不化妆 却将女性最美的样子 展现得淋漓尽致 粉黛不失的她 有一次被观众认得出来 李修平你比电视上漂亮 有人问她 你不化妆是为了保养皮肤 还是对自己容貌充满了自信 她说 我喜欢素面朝天 这样一个传统贤劲的完美女人 却有着一段失败的婚姻 令她倍感遗憾 1988年 李修平在兰州一家建筑企业 录制节目时 经朋友介绍认识了 工程师范宇 范宇学识渊博 长相儒雅成熟 两人在相识不久后 范宇就对李修平 展开了猛烈的追求 这让情窦初开的李修平 心中充满了暖意和欣慰 她决定勇敢地拥抱爱情 当时两人在一起谈恋爱时 还被朋友说成女强男弱 不够般配 但李修平倒是不在乎世俗的看法 心中认定了这个男人 1989年 李修平离开家乡去了北京工作 两人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异地恋 直到1992年 两人才终于步入婚姻的殿堂 本以为这段婚姻 会成为自己一生的坚守与幸福 相伴到老 没想到这段给予无限期望的婚姻 却最终成了她感情中的一道伤口 两人结婚后 一个在北京 一个在兰州 据少离多成了常态 李修平因为工作原因 一年下来也没几天休息时间 每天忙碌不已 两个人见一次面 都成了一种奢侈 像极乐现实中牛郎之女 长期分隔两地的两人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整整三年 也直接影响到了彼此的感情 后来 范与费进周折到了北京生活工作 夫妻两人这才终于如愿团聚 但几年的分居生活 突然间变得每天朝夕相处 不适应的两人反倒是矛盾重重 在一起生活久了 李修平渐渐发现 彼此之间的性格 生活习惯完全不合 李修平作为央视主播 工作压力非常大 回到家想和丈夫倾诉 都变得如此之难 无法沟通 范与更是对李修平说 家是休息的地方 不要把工作带到家里来 这让曾经抱有无限美好幻想的 李修平大失所望 沮丧而又痛苦 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长期没有共同话题 一度让李修平绝望到 有了离婚的念头 一段婚姻如果出现了 长期无法调和的裂痕 也就注定即将走到尽头 不愿将就的李修平 最终与范与和平结束了 这段仅持续了几年的婚姻 婚姻的失败 让李修平心灰意冷 工作也就成了她唯一的动力 可无漏偏逢连夜雨 相比较失败的婚姻 更令她悲痛的是 亲人的永远离去 2003年 从小疼爱她的父亲病重倒下 不久后永远离开了她 父亲生前一直对她说的 那句话也成了她一生的座右铭 生活要朴素 学习要努力 做人要坦诚 父亲的去世 也让李修平更加渴望家庭的 温暖和圆满 后来她将年迈的母亲 从兰州街到了北京一起生活 也成了她人生中最大的牵挂 在经过了那段失忆的时光后 李修平也终于遇到了 后半生的幸福 2005年 42岁的李修平 迎来了第二段婚姻 这一年 李修平又被央视评选为 优秀年度播音员 面对如此高的 认可与荣誉时她说 这是我的工作 我珍惜这份工作 从一开始我就踏踏实实 以后我会更加踏踏实实的 荣获优秀播音员主持人 带给我的是责任和压力 我会在今后更加努力的 去做好工作 来回报全国亿万观众 可以说 人到中年的李修平 又再次迎来了幸福的人生 2015年 李修平告别了坚持26年的 一线主播生涯 从此退居幕后 我没有名人的感觉 我只不过是 处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 这个位置上 由于工作性质 常常和大家见面而已 20年的经历其实很简单 如上几行字而已 但是在这几行字的背后 在飞逝而去的每一天 对生活的体验和对生命的领悟 慢慢积攒成我人生的全部价值 此时的她 开始将所有重心 都放在了家庭和慈善事业上 如今的她 平淡如局 没有一点名人女性的架子 不过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 她至今无儿无女 已经年华消逝的她 犹如你我的青春一样 匆匆流逝而去 但在观众心中 她永远是当年 那个美丽优雅 从容亲切的最美主播 她一生兢兢业业 从不张扬高调 简单与平和成了她一生的底色 让人涟漪至今 就像她说的 名利不过是过眼烟云 对我来说 有一个温暖和睦的家 有一个相濡以沫的丈夫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财富 中央电视台可以说是 主持界金字塔顶端 很多人都想进入央视中工作 实现人生的价值 但是进入央视工作的要求 非常的严格 有很多人都与央视无缘 在央视这个大舞台上 有很多优秀的主持人 而李修平正是其中一个